台湾 台湾 前进前进 生生保佑 这是台湾人民 全海定位置 表明 这是台湾人民 应不成功 描迪胜 这是台湾人民 应不成功 描迪胜 各位维心圣教一至五届神士同修 我们合掌功练开经济 一经新法妙兰文 百千万节今重现 我今新习诸妙法 我今新习诸妙法 便此功德皆迴乡 那么维谷宣师王产老祖 那么维谷宣师王产老祖 各位维心仙士 各位四方三知识 本维心圣教的教法 就是中华文化道童 一经新法与风水学妙化 都是利人和利天 人可以不相信风水 风水永远还是在匹应着我们 所以我们要学习风水学的心量和慈悲 常常有人说 哎呀 你不信我 我就不理你 这不是不理你啊 就随缘 所以天主教 有一个名言就是信上帝卓永生 那么现在大家你信风水 你也是会永生 曾经我们一位老信徒 原来事业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赚了很多钱 人啊 若是没有赚钱什么都好 家里没有很多钱的时候 反正都是这样的 嗨嗨啊吧 一旦有很多钱了 还是要保命的 所以他就去盖一栋新的房子 这个房子呢 听武术界的朋友跟他说 你什么命 要做什么项才好 所以这一位先生老信徒呢 有一天他就来到宣物室来问我 那我现在就这一节以这个为主题 为各位来开设 洋宅风水学 就八字令与乌相 八字令与乌相 比较有名和租义的问题 那么这一位信徒 因为他有钱了嘛 以前没有钱 有他大就好啊 一旦有钱就要想尽办法 把火和他的命 八字命来住 一块地 一块地 将近有六百平 将近有六百平 很大 所以他就要盖 他把它划分中心点 他适合他的命 他就要盖在这边 门 他得以东西 事命来算 门就从这边出入 这是他的元年方 设计图都好了 拿到仙活室来给我看 我说你什么命 他什么命 我说你有病会知道没有病 有命大了没命 他说那位老师跟他说 他的命要属于这个病 那么你的孩子 你的老婆呢 他不管啊 这主人的命为主 问他讲了三次 他就 还是坚持说 那位老师说了有道理 好啦那有道理你就去盖吧 那我就随寸一年啊 信老祖所永生啊 我讲了这句话 然后他这张设计图 我旁边边写一个字 我这写这几个字 他还是真的 他有道理 对他有道理 好啦 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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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嘛 盖好了 一年后就住了 入宅了 到第二年 又跑到仙活室来 那时候是解轮易 后来又撒了 撒到仙活室来 我说 诶 你怎么做莲花啊 哦 莲灰啦 莲灰 莲灰 台湾话莲灰 就是狼狈嘛 那我搬进去住了 他的老婆死笑笑啦 他中风啊 孩子失业败了啦 现在惨得很啦 我跟你说喔 你说八二名 我有跟你说有名 当我没名吗 有啦 我想爱的 你们吃生命饭的人 说话啦 说我是吃生命饭的人 讲的话 啊 问我怎么办 我没有办法 我第一 救不了你的老婆了 老婆死了 因为 这边来白虎昂头 十八楼 白虎昂头 啊 这边 又盖了一栋 所以看到OK的渐渐 处净了几百 探头星 探头星 结尾围墙嘛 只要几百 啊 我说没有办法啦 老祖说信老祖嘴往生嘛 你就不信 这就是一个案例 人的命 人的命 是游离垫 微醇 电子 醇癌 皇子住家 地理风水 它是 大宇宙 大自然 永恒 不变的真理 我们人要融入自然 才会永恒 才会长生 才会永生 你已经违背了风水法轴 任你擦翅也难非啊 这个先生哭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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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也没有用 老婆死了 孩子四月拜了 你剩余的钱也都采在里面了 而且他这里 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水池 是火柄水池 哦 所以这个问题 警告我们所有的贤士同学 和社会大众 记住 八字命 和无相没有关系 无相错了 你什么命 有命知道 没有命啊 要注意 各位微信闲逝 大家都是第一届到第五届 在今年民国104年的9月13日 我们微信圣教医兴大学阶段性的 结业典礼 今年第一届结业典礼24年 所以上天颁花 二十九章的第一届的结业学生学员 金牌结业证书 跟着我24年 陪我24年陪我上课 我讲你们听 你们再转给各位 你们亲朋好友 这个是道 一以贯之 我们这段时间来 二十几年 我想的道很多 一经风水与宗教融合为一 总共有一万五千六百一十五 卷册 卷册册册都是天机密 中华民族五千年来 第一部维新道账 再维新圣教 一万五千六百一十五卷册 卷册不重复 这也是各位维新圣教一经大学 你们的福报 你们从第一届能跟到 现在来24年 在整个的天人法界 为各位赞叹 你们结业了 但是还没完成毕业 毕业是哪一天 就是各位成道的那一天 才是毕业 不然这段时间 我们都还是要继续学修 继续修行 继续学道 所以在今天 104年的9月19日 维新圣教学院 维新寿司班 我们开学典礼的时候 王产老祖开述我们 我们需要修108个学分 一般寿司班36个38个学分就够了 但是在我们维新圣教一经大学的 维新寿司班 你们36学分不够 必须要108个学分才能够圆满 36天罡72地上 面面俱到 才是人生的圆满 这是我们大家的福气 我也希望我有这个命 能够跟各位大家一起相互的陪伴再走下去 将中华荣耀道童 以21世纪当下 把他成就更圆满 所以风水学的妙法 我传了这么多的风水学都是正法 至于坊间的过说过话 是他们的因缘 我们不要批评 不与自评 你有缘 你就进入中门来学修 你一够这些有缘 你就来接本维新圣教的 异经风水妙法 这个是随身的因缘 失者无业障 受者业障多 某某考考啊 这次个人的福德因缘 谁都没有错 谁都对 但是真理永远还是真理 我们就不要忽略了真理的存在 像刚才这一位先生 他一旦有钱 他就按照他的什么命才好 因为他原来的脑柱家 破旧了 已经四十多年了 就是那个做那个方向 所以他发了 现在要盖一个新的好的房子 好房子呢 他就按照原来的命的方向来盖 结果 错了 他忽略了 周围环境 你只重视你的命 人的命是有限的一个小存埃 而地球磁场 它是一个大宇宙的法则的能量 所以我们要顺 顺着自然 你的能量 你的生命 才会永恒 四月才会永恒 后来我到他的家 去把他看了 我要印证 他在苗栗 一个某一个阵 后面 开一个大阳 后面的来龙山很漂亮 谁这么来 通往苗栗过去 好 那么这个前面的暗山 很漂亮的暗山 他这是一条水沟 前面都是田 他的住家 这个后面的来麦 很漂亮 落麦 这个家做的 刚好是赫山寺巷 赫山寺巷 所以 这个人现在正旺 已经旺了好几 好几十年了 到一二十年前开始发达 出来做事业 什么都赚钱 所以 他就 坚持地理师 要按他的方向 地理师也按到满他的院 在 某一个地方 买了一块地 所以盖了这栋房子以后 人几乎就败掉了 很后悔 他的儿子 带了我去看他们这个 这个家 这个家里是海县 我说这个是好房子啊 哈哈 金家母吧 金家母 金家母 把他搬到新的家 搬到这里来 听他 欧洲姑娘说 他们在这里 搬过来 亲家朋友 整个家都来看 他搬到很多 风光玉石 现在呢 已经拜下了 这个是做赫山 所以这样来 不是说你什么山 才有用 那么这一点你怎么办 你要盖 门改开这边 你把这个门开这边来 你这路就往这边来 改到这边来 这龙变高 而湖边这是平原 那么这个水池又是龙水 你改这边来就好了嘛 结果这位先生 他儿子姑娘说 叔父啊 我这个房子已经要拍卖了 已经 保不住了 那保不住你就搬回去 家乡嘛 他说家乡也要被拍卖 事先也卖给人家买了 那时候他搬过来就买了 就买了 卖人家了 所以就是没有福啊 无福啊 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 我们学到了这个道 学起保护自己 不伤害他人 然后才帮助他人 这是金姊姆 金姆姆的保护 这是金姆姆 金姆姆的保护 各位微信闲事 各位十方善知识 我们来到世界上 我们要融入自然 你才能永恒 自然是风水 所以风水是天 是天理 顺天着仓 逆天着亡 刚才周月先生 原来他的风水 就在他祖父的时候 一位大陆干州的地理师 来帮他们点的 当时 干州地理师 告诉他们的祖父 说这个未来花了 交代子女 这个房子不要卖掉 外面可以买房子 但是要一清 风水要懂 绝对不能卖 刚好我们的信徒 就发了 你说古人讲的话 不算是 他花的钱最好嘛 现在的社会人 都是这样嘛 吉祥好嘛 其他共同家 都是凑巧的啦 他们有福啊 才会这么花 都忽略了地理师 给他们的造福 所以才有今天的这个后果 就是自奏自受嘛 怨不了谁 怨自己的无知 自己的贪 自己的撑 撑就是没有定力 吃就没有智慧啊 所以王山老祖 要倒架持航之前 就有观世音菩萨提醒我 他呢 我病得最严重 民国七十一年 二月十九日开始病 病了很严重的时候 一位好朋友洪清田 和卢瑞图先生 介绍我去 求观世音菩萨谢老师那里 台湾祖师的外孙女谢老师 我第一次去见到他 他在打坐 在佛堂打坐 突然在拿出一张纸 纸里这边是白的 这边是黑的 奇怪有那一种纸 一大堆 一边白一边黑 他在白的这边 用IQ笔写了四个字 求者不如求己 求己不如求尊己 这是练佛 然后说 掌中 三星五星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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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练佛阿弥陀佛 然后又开始了掌中五行 三星五行 要修行 要修行 所以就求人不如求真正的自己 要修行 那时候 我也病得很严重 也没精神都听了 写了那些柱子 我就带回来 现在都拍不起来 没闹是宝 哈哈 试过三十三年了 这三十三年内 我一直 我一直 回忆的 观圣菩萨写了那 几个字 求人不如求己 求己不如求真正的自己 就是要修行 有一天 因为当时我修行 也是像你们这么多人嘛 还很多 要跟观圣菩萨 跟谢老师讲话的机会 这根本就很少不多 有一天 我去了 又去那边打坐 那时候我病已经好很多了 谢老师跟我说 张先生啊 我 学校 参加高雄区的 学生臂抱比赛 谢老师是教美术的 美工美式 你看我们 能不能夺名啊 你可以帮我普挂吗 我 那时候也没有讲我会普挂 他怎么知道我会普挂 我这一想毛毛呢 就想到第一次我去 拜观圣菩萨的时候 我 穿了一个夹扣 夹扣呢 白的夹扣 我里面放了一个小型的录音机 观圣菩萨来 借着他回来讲话 就说 他说你口袋的录音机 可以拿出来录没有关系 我 我 那个 夹扣的六条 怎么说 后来我就开始毛毛了 后来就拿出来录嘛 录了结果 回去我就把它换起来 都讲换语 讲一些 我们的语言 我把它换起来 好像要找那个原稿 所以我就 回到想到观圣菩萨 我一定是观圣菩萨 要我 用玉京俯挂 再考我 我说好了 我说你身上有钱吗 我这里有十块钱 在旁边一位 找了二十块钱 然后就用符挂的 挂符了 我跟他说 你这个应该是第一名 但是 因为 地区性的 关系也不能让台南第一名 务必要高雄第一名 才会 有这个 面子 因为 望向 是第一名 望第一名 但是动摇 就来课了 所以变成会 第二名 即是用意的法则 和 这些台湾的命 因我成功 妙一生 我说 我看你 我看你 动者动摇克四摇 第二名是相也 望是第一名 相是第二名 所以我就跟薛老师说 第二名 不可能啊 我看了我们是最好啊 我说第二名是第二名啊 这个挂就是这样来 过了一个多月发布了 果然是第二名 薛老师说 哎呀张先生你的挂很准耶 你说有人从中在动手脚 去问了结果 就说在高雄比赛嘛 高雄没有第一名没有面子啊 所以就动成台南第二名 这挂怎么看啊 我看你画 画六平 打一个叉 怎么这样就 第二名了 这就是用意 所以那时候 我变好之后 观世音菩萨 是我一个 亮明啊 电明 又画了 又画了 这就是收洗啊 一药兽 一药兽 用意经来打开 众生的无名 转向光明 转向光明 叫做意药 至此之后 至此之后 民国72年1月15日 开始来 我就用意药社之名 开始红华 开始行道 在行道的过程 有很多人 很多信徒 来考道了也很多 好啦 我都本着 原来所学 王产老国 开示的政法 一步一脚运的 会整成为 现在的维新道帐 所以我们维新政教 未来千秋万世到未来 中华文化道童 维新道帐 是中华民族 一万五千六百一十五 姓术主列主列中的 生命的泉源 和根源 以依归 就维新道帐 维新道帐中的 所有的点点滴滴 包括今天为各位上课了 讲的这些道 都列入维新道帐 法脉延年 立人天 希望各位同修们 不要随便喊 我要结业啊 喊退道 喊退休 你退了就会休掉了 要小心 不要随便退道 在这么多年来 一届到五届的这么多 包括现在已经二十多届了 这一些 都是我们维新圣教 非常殊胜的法源啊 至于八字命 和乌相的问题 你们不要迷信这一个 一定以风水为重 曾经有一个国大代表 在将近十七年了 在将近十七年了 他的一个房子 他把凑手 坐在中宫 四届扁送 而他每一间 床头都往里面 那么 他里面的国间 都按照什么命住哪里 什么命住哪里 什么住哪里 他的主人 都为 睡在这一间 说他的命 可以睡在这里再好 那么另外 他的大儿子的床 睡这边 头在厕所 另外这个小儿子的床 另外这一间 他的床 也是 我忘了 缓治的脚是往外面 什么命住往哪里 我到他说 你们这一家 这个床位 是谁睡咯 中风了没有 因为头在顶着 后面拉拉拉 能够措手 这个是措手 我这儿子的五脚分歧 五脚 这国大代表 这国大代表 傻了 文老师 他老婆 四十八岁 就中风 你在楼下看那一位 是他老婆 他看到我进去了 他说 紧张 什么油 整头都弄油 很可怜 他的儿子 大儿子 回来就是要钱 这个儿子 没有中营 到处跑 这个儿子 没有什么不良 四号只有打架 中宫是措手 晦气 所以 这一位 国大代表 很无奈 他说我请地理师 帮我设计 这是你的业障 不要怪地理师 你的福报 後来 有个一年 在他朋友 有事情找我了 才讲到他 这一位朋友 做人 不是很正心正念 这个就是 风水 就福报和修行 你要得好风水 一定要先修行 不然上天会安排 来拜你呀 要小心 要小心 静,静,静.静 宽地平 也有行 愿我行共的妙地生 宽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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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谨遵的亡产老祖开四楼 养先蓄财 正名欲得 高尚其至天下太平 所以我们人来到世界上很重要的是两个 行功 就只多诸善奉行 历走 修一切法 留 这都是我们维新圣教 共同所需要的 这太极里面 行功力德就是这一点 行功力德 修一切善华 力德就是这个 光明面 修一切善华 流传千秋万事 所以我要求我们维新圣教全宿同修 阶段性一定要 每三年一个阶段性要结业 一定要做写一本 三万六千字的论文 新德和正道 新德和正道 在义京大学 八华圣城 我设计了两座 一座是养贤楼 是我们维新圣教所有 贤士同修们 你们每个人所拥有的一个书柜 里面留着你们24年你们的论文 报告 留到千秋万事 这一般学校没有的 一般的宗教团体没有的 因为我们的圣教是养贤蓄财 养贤士除了培养以外 是供养贤者 各位都是贤者 我们尊天华族 立宗立教 建道堂 纳贤 给各位这一生有一个平台 可以洪法立生 即使不洪法立生 你学了保家 你也要留着 你们的大座 留到千秋万事 留到来生 你们有机会再来看 也许你会看到 那我很喜欢看这个柜子 这里面哪一位写的 结果你打开来 哎呀 古早人 古人写的论文这么差劲啊 你没想到那是你前生啦 你就不好意思 哦 所以各位同学老祖 和天工 农天护法给我们这个平台 我们33年过了 然后 接下来到未来千秋万事 我们要珍惜啊 所以你们现在开始 你们若是第一届 你们要留着你们的 这个你们的大座 二十四年 二十四年 乘三万六千字 二十八万 二十八万 八千字 一本再来 这样留到你们惊愿 怎么搞 怎么没惊愿 有啊 有啊 哪都不敢说 哎呀 男子和台中府嘛 该留我们就要留 该记录就要记录 现在就要开始 但是 我请 一间大学的教务处 要落实 也许这样很多同修 如果我不敢来疼啊 我不敢来疼啊 我来疼 不敢疼啊 那疼还要死哦 我告诉你 等下我最好 死不去啊 我扫那一本了 怎么办 哈 所以各位同俩 所以各位同俩 我们要立德 将妙华 流传 不敢说 你俩华 流传你的主主 身身 还是问题有愧 因为大家最深下来有约 要流传千秋万世的 中华无奈道童唯心圣教 各位的大做 各位的生命叫做慧命 所以留德 行公立德就是慧命 说话的生命才是立德 不然你怎么立德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 而且又迫切贴切的 老主给我们的恩典 所以我们维建圣教的贤士同兄 现在开始要有时间你就要写 你把整个的奏记录 即是留德留慧命 给你的祖祖孙孙 以天地长存而永恒 祝福各位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